老杨到处说 亚洲小北约 从准概念到呼之溢出 新的对华半夜型 把围圈再度构成 我说该来的躲不掉 也只能正面应对 你不是要敢一亮剑吗 现在是时候了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尘仆普普 在国内他们自己的总统大选进入 关键时候 还是马不停蹄穿梭亚洲 目的就是建立对抗中国的军事联盟 由于蓬佩奥早先 特朗普早先得病 所以蓬佩奥的亚洲之力被拨缩水 因为国务卿是紧急情况中 第三个继任的 所以他的韩国和蒙古型取消了 不过亚洲小北约的四方 美国日本印度澳洲的安全对话 军事联盟初步形成 参与者一直表示 中国是区内最大安全威胁 所以蓬佩奥日本外相茂春敏冲 澳洲外外长潘因 印度外长苏杰生 那么在10月5号 一起参加了在东京的四方安全对话 这个会议是由茂春主持 蓬佩奥接受日本的放送协议访问时 谈到香港 讲到香港 讲到中国大陆拒绝旅行对香港的一国两制 50年不变的承诺 讲到了台湾 他认为这些都是超乎中美两国的关系的问题 而涉及到自由以及暴政的基本原则 他的大选前不足30天 白宫处于紧急状态 他依然触访亚洲 这个政治意义有两点 有两点 第一 对特朗普的总统连任有极强的信心 大家记住在90年代老布什争取连任的时候 美国国务院的国务卿们 大家都在找工作 知道他不行了 第二 在外交和军事上围堵中国的决心 表示的更加的坚定不已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一直被认为是准概念的亚洲小北约 已经呼之易出 亚洲小北约在之前被认为是准概念 是对亚洲小规模类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简称 实际上并没有这个组织 亚洲小北约实际上是指美国 日本 澳洲 韩国 印度等亚洲国家 签订了双边或多边与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 由于从世界格局的换团来看 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经济力量 有可能成为削弱 美国单极世界霸权的主导力量 美国一定要遏止中国 所以中美关系的自由落体 亚洲小北约就是这么一个格局形势之下开始出现 也是中美两国综合实力 此消彼长的军事的产物 这里面有几点跟大家分享 第一 世界战略格局在二十世纪初 随着美国苏联对峙进入冷战时代 接着伴随着苏联的解体 世界格局又进入了一个美国为首的单级世界格局 进入二十一世纪 因为世界各国发展的程度不同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 这里面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就是中国 所以世界格局重新洗牌 进入了新兴力量跟传统力量 此消彼长的渐变的格局之中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格局方向 第二 美国擅长与合纵连横 冷战时期 苏联的综合国力在六十年代不仅是接近美国 甚至在某种程度超越了美国 但是美国随即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对抗前苏联 使得苏联跟西方的对峙 那么在欧洲战场上是零距离的解除 那在战略上有利于美国 美国为了进一步孤立前苏联 对他进行经济的封锁 那好了 苏联解体 欧盟一体化 但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没有解散 美国能在主导世界上最大的军事组织 而北约东扩也一直成为了普京 领导下俄罗斯的盲刺在身 第三 必须承认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年 有快速的发展 但遭遇到了新的战略的瓶颈 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由于中国的经济提升军费 近几年百分之十以上速度高速的增长 是吧 这个大家有目共睹 航空母舰已经第三艘第四艘 都已经开始在成构架了 随着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 军事力量也使中国慢慢的走上了 世界权力的中心舞台 所以中国当下的战略决策和实时必然 深刻影响到当今的世界格局 好了 接着是美国 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重大的战略调整 亚洲小北约的核心成员国已经成型 也就是印度 澳洲 日本 美国 接着可能还有像韩国这些都会出现 现在蓬佩奥变极全球 到了东亚的东京来进行的安全对话 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亚洲地区的国际反中联盟 美国这次不是来不只是来真的 而且会来大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 台湾的战略价值也许会更加的凸显 我们也知道这是有经过一个转变 熟悉特朗普的外交思维的 大家都可能记住 特朗普的反对北约 曾经要求日本负担 美国驻军的八十亿美元的经费 着眼点是减轻美国的财政负担 近乎采取了孤立主义的态度 但是这一段时间 蓬佩奥 中南美 欧洲 亚洲 不断穿梭之行 表现华盛顿在因应 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政策 做出了重要的外交转向 以全面围堵中国回应之 而且准备重建跟盟友的外交 军事的关系 亚洲那么所谓的小北约就呼之一出 当然从北京的角度来看 北京当然也希望以连 以合纵 以连横 以连横破美国的合纵 但问题是 自从新冠病情议员 从武汉出现 面临全球 必须承认世界各国 对中国的观感 是日益的反感 日益变差 可以说是大外宣 全线崩溃 没有达到它所观意气的效果 连一部花木兰 辛辛苦苦 逃了半天 也没有办法达到 预期的票房和其他的传播效果 非洲各国的友好 等等这些 没有办法在军事上 帮太大的忙 援水 救不了进火 对于北京的外交来说 更大的疑问是 特朗普不仅仅是要制造大选议题 不仅仅是要由此来凸显 拜登的侵华立场 来作为公寄目标 如果特朗普一旦连任成功 他可能就是要下决心 全面摊开 真心反华 连任以后 也一定会穷追不舍 北京对此是有定论的 当然如果北京真的是 像一厢情愿 希望拜登能当选 那么这场外交赌博的风险 实在是太大 那么台湾怎么办 蓬佩奥这一次 不断地在台湾问题表态 会不会顺道访问台湾呢 明天是关键 今天明天是关键 只称记者知道他的行程 美国高官会不会访问台湾的议题 已经浮到台上 万一今天稍后的时间 或者明天 蓬佩奥突然出现在台北机场 一点也不要感到意外 在东京 蓬佩奥也回答记者说 如果大陆攻打台湾 美国会想办法来缓解 区域的紧张 但有人说这是美国的调戏台湾 吃台湾的豆腐 那么在这个讲话里面呢 他羞辱北京 不是追求和平 那么以香港钓鱼岛 印度新疆蒙古一例 虽然他没有名言说要出兵赴台 但是也差不多了 美国以往在这方面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很谨慎的 但现在呢 言之凿凿 也不怕你怎么样 他确实有一种集体联防亚洲北约的态势 和冷战 围堵大陆的架构 那这个过程 一旦新的半月形对华八卫群成成台湾 一定在里面要扮演角色 第七呢 韩国这次没有跟进 跟蓬佩奥没有到韩国去访问有关 但是呢韩国的外长没有参加东京的这个安全对话 有韩国自身本身对自己的战略安全和半岛局势的考量 也许韩国的逼迫之下第二批次进入也不一定 但是台湾好像就觉得已经找到了 跟大陆进一步军事抗衡的有利的战略位置 投怀送报看来是必须的 但是呢台湾也有一些有失知识认为 台湾的这个问题上更多是陆局 更多的不是陆局 而是陆瓮 请军陆瓮 美国如此尽歇斯底里的反对中国的情绪 规模之大力道之一猛前所未见 美国也极其重视台湾的所谓的忠诚度 以确定台湾的牌的有效性 那么台湾在这样一个路问以后呢 自主空间是很小的 只能跟着美国走 进两步再退一步 他认为不要跟着瞎掺和还是退退好一点 所以台湾的国立政治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这个研究员叫汤绍成 他认为如此凶险的局势 台湾要避战为最佳选择 而不是直接的对决 两岸关系是特殊的关系 就算发生战事也是内战 两岸人民现在经过了几十年情况 千年广 深 交往 文化传统 投资事业 亲属关系 大陆新娘 儿子现在都长大了 不是一般的国与国关系可以概括的 所以为什么历次的民调 台湾有接近一半以上的民众 不愿意为抵抗大陆而上战场 在这两岸的军事实力实际上差距太明显了 格拉觉得双方真的打起来是毫无一意 所以他认为如果有偏差 对台湾造成的伤害 难以弥补 冷战时期 其实大陆也面对过 对中国的半月形的包围圈 再加上中苏关系紧张 漫长的中苏边境 也是让大陆处于一个湖北受敌的状态 但这个过程中大陆敢跟美国打 在越南 在朝鲜 甚至中印边界也结结实实教训过 尼赫鲁的一次 所以那个时候的反华半月形的包围圈 对大陆并没有太多的洞悍 当然会造成很多经济上的封锁困难 今天的大陆跟过去应该是不一样的 所以亚洲小北约 且看他怎么玩 我想对敢一亮剑的王毅外长 对有所作为敢一亮剑的习近平的 超越三百年的外交思想 这个时候是开亮剑的 那看你怎么亮 其实呢 挥手之间高下立判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好 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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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杨